大家好,歡迎來到《講經老》這個頻道 成立這個頻道的目的,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波經》和《馬經》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內容幫到手,又或者喜歡賽馬,喜歡看球的朋友 記得按訂閱我們這個頻道,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確保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資訊,多謝大家 大家好,有跟大家見面,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真飛》的節目 上場真的欠點運氣,三隻膽都有的,但是腳不中 我自己覺得谷草那場都算難買的,都沒辦法了,已經過了 我們就來一個新的一次,我們就加油了 這次又跑五雷五草,星期日跑的 頭場就想跟大家聊聊,四班的1650 開爆時間是一點剩下的,那就是泥地的賽事,跟大家分析一下 一號馬勝利後王,偉大馬防中逆禮騎四檔135磅 這隻看上去的進度都好像還不太行 你看看這隻馬,上季,其實它季尾已經降到四班跑了一場賽事 又用氣威心,它跟前一點走,到最後都散了回來 這隻馬,我自己覺得,看它複雜,騎下去都沒有 那這些馬,暫時,你揹到135磅,我覺得是難選到的 而且這些馬又沒有熱身,還沒有開氣 我覺得這些馬跑長一點會好一點,1650以上 還有我覺得它跑谷草的部署都會好一點 所以這場填禮,我覺得它是熱身意味居多 來到四班應該有些分在,但是就不會是這個135 因為那些對手都不算太弱的,所以這隻勝利後王我就沒有選到它了 2號馬,包裝大勝,賀良馬,防潘明輝騎5檔,131磅 這包裝大勝,試了貨集,你看它上季 上季其實這隻馬是騎,四班千二的 防行星跨下,跟前就散了回來的,這隻馬還很生的 來到9月17日,潘明輝試了,試了兩貨集的TOTAL 潘明輝抓了兩貨來試,9月17日那貨,包艇回來的 它沿路都守著一個比較厚的位置,打下去完全沒有反應的 這隻馬,完全沒有像是競賽狀態 但大家可以看一看9月27日那貨集 這隻馬好像變了新,它一搶錢放 它貫注到回來的,輸一隻勇膳神鞠,輸一隻協奏曲 雖然這組水準不算很強,同組還有一隻幸福笑容 幸福笑容是按住的,它沒有真的給下去的那隻馬 這隻反而贏了幸福笑容的貨集 那貨集當然不去作準,因為我看得出幸福笑容應該都不是 盡全力的都是給它熱下新居多,那包裝大勝 試襲下去見好,又開始英俊了,我覺得這隻馬都很吸引 因為與其這些馬,有些賠率分頭在這裏 我覺得可以試試兼顧一下,上場跑1200 那今場過來1650有沒有隱憂呢? 我覺得都還好,因為這隻馬應該跑長一點會好一點 1650打上,因為你看它的富系 雖然是那隻捕捉狼神,1000贏到上1600 那...但是看這隻馬下腳,就似是要... 似是要長一點才會好一點,因為它似是比較均速的馬 那今次抽到五檔,預料它都可以放頭的 但是同組,有創建精英可能快,信心滿滿可能快 那就不知道它搶不搶到出來放,那這個就唯獨是一個隱憂 那用潘榮輝減兩磅,背一二九,冷滿覺得四重彩腳,這隻可以兼顧住的 三門畫飛輪鑽王,方家拍晚房放人星期八檔129磅 那飛輪鑽王呢,其實有兩次都比較失望一點 它兩次都落重飛而輸回來的 開季那場巴渡騎,那就... 入直到追都不追下,最後只有一個十二,那場田草千四 接著回谷草騎那場1650,跟前小小走,最後都是散光回來的 表現是極度令人失望的 現在轉來黎迪,是否打算看看有沒有什麼符筆可以讓它變一變呢 但我怕這隻馬1650會不會稍稍嚴長一點呢 黎迪這隻馬好像是沒跑過的 那就...都比較多隱憂在那裡 因為... 不是,上季黎迪,它跑了一場千八的,是三班 那次就抽到一個一檔 那次是哪個騎? 波見士騎的 那順便都是散光回來的 但這隻馬呢,其實季前已經做足了功課 但其實它還是沒有,是不是... 即是就算來到四班,沒有我想像中那麼強 是不是還是還沒得呢? 那所以這隻飛輪轉換我覺得就真是... 如果你也是落到臨場八九倍 我覺得這些真的不算抵薄咯 那預料今場步速不算太快 這些馬要追一段的話呢 那我覺得應該就未必追得及了 那所以這隻飛輪轉換我就沒有放在選項裡面了 那但是要值得一提的就是 霍宏星跟方家柏今季都幾合拍的 那霍宏星呢 那美場都幫方家柏那隻幸運之神呢 剛剛捲草啊 撿了一邊回來的 那好像霍宏星... 我沒有記錯的話 今季贏的頭馬都像是方家柏的馬來的 那雖然你說這麼搭檔 但是都... 不見得... 即是我覺得... 巴道發揮是... 有點差的了 但是... 換霍宏星上去是否真的可以做到一個大變身呢? 我覺得不是... 那看完後面的馬再跟大家聊一下 即是選哪隻會不會好 四號馬大道致正 鄭俊偉物防蘇兆輝騎七檔一百二十七磅 那這隻呢 泥地是十分正宗的了 那... 上次是二檔 打上來追到第三的 那... 今場就... 強佩用到蘇兆輝 過往兩次是潘明輝騎 一次草地一次泥地 那... 蘇兆輝復出的很好事的 那不用潘頓一個獨大的... 那些飛輪側到一邊熱了 那七檔 就是要看蘇兆輝怎麼發揮這隻馬 那... 沿途是否洩位呢 洩了二碟 又會不會洩得太多呢 那這隻馬 就算騎路上千八二千 我也覺得沒什麼問題的 那所以他是洩得起 同組對數呢 又不算太強在這裏 沒什麼說哪幾隻呢 選得下手的 那我這些大道致正呢 就... 這次都可以兼顧著 就算你熱點 這隻都要拖了 因為... 看不到他脫掉的理由 因為這組馬就比較... 水準比較差一點的 那我馬綠燈 蘇維爾馬防河正要期 二檔一百十六磅 那這些綠燈如果有看過我們這個頻道的朋友呢 都知道我介紹了很多次 其實我覺得那些綠燈應該未必至於這麼差 而且黎地應該是他唯一出路 那就講一講兩課集啦 9月16號 松花市的 那... 最後只有第五回來啦 那... 其實他是跟跑的而已 那... 沒什麼特別的 之後回來香港啦 何摘瑤就幫他試了課集 拿到第二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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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看到這隻馬呢 開始進步緊的 那隻馬落腳呢 都開始叫做... 狠爛咯 比起他之前你見到他競賽水準呢 雙位數字那些 真的完全不堪入目的 那同組就坐自勇區贏啦 輸一隻坐自勇區 贏一隻巴基之後 贏一隻勝利後援 一隻當家信心的 那這種馬都算水準高的 但是... 當家信心呢 看回這部集呢 其實他不是說很認真的事 那如果你說冷滿的話呢 我覺得這隻綠燈呢 是可以兼顧住的 那我是... 因為我從三班開始追追追追追到現在了 難道我現在落到四班... 胎仙來不要嗎 是不是 那所以我覺得這隻馬呢 可以... 可以... 可以跟進一下吧 因為預期有些賠率在這裡的 老馬信心滿滿呢 呂健威馬房的蔡明少奇 九檔1.24磅的 那信心滿滿呢 已經交出了一個好成績了 開季在谷草那裡 那叫做... 金錢少少少走 最後衝過一個第二 在蔡明少跨下 那... 跟著... 上季都交了兩邊的 兩邊都是經潘頓跨下 搞回來的 那這隻馬呢 我就覺得... 過來叫做騎場泥地 不知道它的意味在哪裡呢 他上季都有過來跑了一場一場泥地 用潘明暉 那... 最後在金錢少走 最後散了回來的 我自己覺得這隻馬呢 在泥地表現呢 就... 就... 好像不是很願跑那樣 那... 那這些馬是要... 就是... 放頭會比較好些 那... 但是... 放頭比較好些 又代不代表他... 真的一定要鞠泥泥地跑呢 還是這些馬能力已經開始建演你底呢 因為... 其實他都是五班贏的 四班... 四班好像都比較... 渺茫一點的機會 上季兩邊都是在... 四... 五班的 那... 那四班這次就能入到一個Q 那... 那... 很難選擇喔 如果太熱就不要要 10倍開外這些都可以想想的 這些信心會滿... 七號馬皮 他之星呢 容天盤馬防潘頓 其實一檔也不是14磅 那天助他也喔 抽了他一檔回來 那這隻馬前速不算太快的 那麼... 預料都要跟在... 三四位的了 就算手難刀 但是抽了一個一檔呢 其實很好發揮的 上場是... 就是這隻... 可能潘頓是不是賽後一見到 就立起來騎呢 上次是蘇兆輝誇 拿了第二回來啦 又來第1650的賽事 那上次是四檔的 那就... 同場就... 木火兄弟贏啦 皮具之星是第二啦 大道智勝是第三 那大道智勝跟他同組 那如果大道智勝 你都說要耀眼的 那這次如果是潘頓索騎這些馬 你可不可以不要呢 因為... 上場呢 就潘頓是騎著創建群英的 那他就不騎 就選了這隻皮具之星 是不是他... 就是這些選馬 是不是有些什麼啟示要保重呢 那我這隻馬都很排面的了 所以你都不能不選咯 那... 剛剛大道智勝都說一定要一定要 那皮具之星他當好了 薄位又輕一點 那... 用到潘頓了 那你沒理由不選的嘛 那這隻都會在我的選擇之一啦 不過馬創建群英啦 丁冠同馬防楊明倫騎十檔一倍十三博 那... 上次表現就比較失望一點 那... 就潘頓騎的嘛 那... 那... 他那場草地1650谷草呢 反而放頭有個第三回來 那... 那預料他這次呢 都是會繼續放頭的啦 但是抽了個十檔應該怎麼發揮呢 外檔呢 如果楊明倫組斷夠積極呢 他... 可能會放得到的 因為信心滿滿 都算是快馬啦 但是就... 看看他會不會推快這個步速 就是搞一個創建群英 還是... 拍二疊 就... 跟著信心滿滿一起放呢 如果你計... 後者這個方拉呢 那... 信心滿滿其實就叫做很大參試啦 但是... 如果不是的 都是這隻... 啊... 創建群英放 信心滿滿守內南第二位 那... 九檔... 一個十檔... 其實沒有理由的 真的... 如果兩隻都放呢 那步速會推快了 而後追那堆馬呢 就會著數很多啦 那... 就要看你怎樣計算這場方拉 那我看看後面的兩隻 才跟大家分析啦 是啊... 就看看要不要創建群英 九龍馬領航傳奇啦 審集成馬防班得利 三檔一百十二磅 那... 看來這隻... 領航傳奇呢 暫時好像都還未好得這樣喔 上場期那場... 填草千四啦 那... 比較失望一點 都不是很追兩步 那... 再出啦 那我... 暫時都沒見到什麼特別的 那... 我唯獨九月二十三份 班得利試了貨集 貨集呢 那樣都... 蠻囂張的 嗯... 二百米就開始... 轉移個跑線 拔出來啦 然後加速後數來贏的 那組都多馬的 贏了智慧神區 贏了有紅利 有紅利... 剛剛菊草都叫他第三分 贏了八彩 贏了包剪拔 退役的包剪拔 贏了威風傳奇 贏了有型有福 贏了好馬好馬 喜勝威龍金剛石石施虎 還有迷雨等等的 那... 嗯... 暫時看下去的狀態叫吸引 那... 預期都有一些賠率的 八九倍都抵薄的 那... 可以都... 兼顧著這隻馬 是啊... 我覺得這隻都需要選擇的 那這隻就... 就變得很混亂 因為每隻馬看下去都不差 那感覺 那跟大家聊完後面的馬 再繼續分析下去 獸話麒麟 希斯馬房希威森 期六檔120磅 今天熱身了 上場1200 抽了一檔 都... 叫做撲近兩步 有個第五 有個獎金名次 那這些馬 我自己覺得 是跑... 是不是跑1200好些呢 上個月一直跑1650的 那... 反而1650沒有上過名 好像跑1200會好些 那... 那還是這些 你想騙到六五班才發揮呢 希斯 那... 我自己覺得 這隻馬就... 不值得選啦 因為第一要追一段的馬 那... 如果你說同方拉的話 那我不如駁一隻... 包裝大勝啦 還吸引啦 其實... 因為它複雜 那... 如其包裝大勝都會比這隻麒麟的 那麒麟這時候都很野飛的 那所以我就... 暫時沒有堅固到這隻馬了 好啦 看完這場馬啦 那就... 比較喜歡的 我先講講範圍不排罪先啦 那我比較喜歡... 啊... 2號馬我喜歡的 23... 24... 5... 6... 都不要它的空間啦 用收兆費 那收兆費 那收兆費可能被人搶的皮 他知聲會不會叫做... 啊... 努努力力地欠一張好戲呢 那... 那就選了574啦 574選了 要買一隻... 2號馬包裝大勝 剛剛的原因都講了 如果未聽的話 可以搬回前一點點聽 因為9號領航全棋 是的... 學習都挺吸引的 對了 這場馬提供是... 57429 57429 多謝大家 57429 多謝大家收看啊 如果你喜歡我們這條片的內容的話 可以按一按訂閱這個按鈕 然後可以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你就可以最快最新的收到我們的資訊啦 如果你有什麼想和我們交流的話 即管在下面留言 我們見到就會立即回覆你啦 多謝大家